好 来... 周天片 右手边 周天片 右边 周天片 右哦 在琳讲的时候有讲到说 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继续唱歌 那是有经历过什么时期 就比方说在离开 初打绿之后 有什么样的挫折 没有离开 初打绿还在 对不起 初打绿还在 我就说暂时自己出来闯歌 呦 暂时 没离开喔 对对对 對對對 就是自己出來闖歌壇的時候 自己出來闖歌壇 你要不好意思 我又忘記問題是什麼 沒有 我是說你剛剛領獎的時候 你有說 就是感謝自己 繼續堅持 你說有被打倒的時候 對 或是有覺得 對 你有說你堅持一下 需要什麼時候需要堅持一下這樣 其實去年真的是差一點 因為真的不太 不太有能力再去相信所有的人事物 所以有一度真的是 真的是 不只是要放棄音樂啦 就是想要放棄所有 跟這個世界接觸的所有機會 但是其實我剛剛在台上感謝 就是因為這些人幫我把 就是我其實沒有力氣撿回來的碎片 一片一片再拼回來 所以真心的感謝他們 身兼樹職啊 又是主持人 又要表演 然後又要當這個 在台下等待那個領獎的心情 應該非常非常的糾結 講一下今天的心路歷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簡報 我覺得我的 我今天 因為平常 因為之前都是入圍者的角色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擔任金曲獎的主持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當主持人 所以其實那個心情上是比入圍者還要更緊張 所以我連得獎感言都是 十點半的時候我才有一個空閒的時間 然後才把它寫好 這座金曲獎 以前入圍的時候就覺得 我 我 我想要贏 但是我後來想要拿金曲獎 我覺得並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製作團隊 還有我的工作團隊 還有我的歌迷 他們都比我更值得這座獎作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獎是屬於他們的 所以今年女歌手的部分我們是投到第二輪 然後最後留下來毛若霖跟慧如萱 哇 都是非常優秀的 票數最後的差異很多嗎 票數差一票 只差一票 對方的評選過程其實我們大概討論了20分鐘 然後在每一位歌手裡面都做了討論 那清風是在第一輪 第一輪就以蠻大的懸殊 無懸念地拿下歌王 對 所以我覺得對他離開團以後 個人的表現 他作品的精緻度 新的路數 更加的優雅 這些事情都是很快就獲得所有評審一致的共識 所以這個在 歌王在投票的過程是非常快速跟明確的 進行 進行 silly 鬆 甚至